这项裁权道比赛,今天下午7点半钟开始,在台北市中华体力馆取行,由齐建宏担任裁判长,重庆仁、卢孝勇担任国际裁判,土富仙、江一成和江总局担任裁判员。 比赛分为团体和个人两种,而比赛的项目有队打、功力和直播测验等,其中个人队打还要以取重分级。 第二届亚洲裁权道赛,一定在下个月15号起,在马来西亚基隆坡举行,我国代表队将从今天和明天的选拔赛中产生出14位选手前往参加。 感谢观看